美国与菲律宾 4月11号将要正式启动年度的联合演习 而作为演习的先前项目 两国部队在3月31号 在旅宋岛中部先来展示火力 可以看到美军的海马式多管火箭 在炮兵训练场展开射击 这场模拟突袭的演练 不单用海马式 还有其他的反坦克飞弹 以及各种部队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上个月决定引入美军 进驻在菲律宾境内更多的军事基地 被解读是美中竞争当中 全面来向美国靠拢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师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